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车子见车泡台的三年美食 今天我们用红薯粉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红薯粉酸辣爽口的做法 这个做法非常好吃 我们跟着视频赶紧来学一下吧 这个红薯粉条 我们已经提前一个晚上用水给它泡发了 粉条大家一定要提前用水泡发 体验泡发的粉条可以让你大大的缩短煮粉的时间 因为干的红薯粉条 它去煮的时候可能要花上十来分钟 才能够彻底的把它煮透煮软 但是如果你经过提前泡发 那只需要花到两三分钟 它这个和煮螺丝粉是一个道理 第二步我们来准备一点小料 这大蒜把这屁股去掉 然后给它拍一下 把蒜切成蒜末 切好装碗里面备用 再放点提前切好的葱花 一大勺密制辣椒油 辣椒油大家可以自己制作也可以去买 来一勺食用盐 一勺蒸鱼石油 蒸鱼石油很多人不懂得和这个生抽什么区别 蒸鱼石油是蒸鱼用的 看这个味道比生抽更加的鲜 再来一点蚝油 提鲜 再放点老陈醋 这个是陈亮十年的陈醋 非常的香 一大勺 喜欢吃酸的大家再多放一点 最后再来一点白糖 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好了放这里旁备用 洗锅烧水 盖上锅盖 水很快烧开了 我们不要急着放粉条 先都加一步 把这个滚烫的面汤 加到这个料汁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尝一下这个面汤的味道 不合适的话 大家可以再增加一些这个调味 把它拌一下 哇化开了这个真香啊 这个辣椒油 太香了 尝一下这个味道 哇 酸辣开胃非常香啊 当然大家可以把这个味道调得浓一点 因为等下还要放这个粉条 现在放粉条把它煮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 是提前泡发过的 很快就可以把它煮熟啊 刚刚我夹里来尝了一下 已经煮熟了 煮这个泡发过的这个 红薯粉条啊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啊 我们先关火 煮好的粉条我们放到碗里面 我们在旁边放上香菜 另外一边放上花生米 还不会炒花生米的朋友啊 可以看我前两期的视频 非常好吃的酸辣粉就做好了 大家吃的时候用筷子拌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替大家尝一下啊 把它拌一下 哇 这个口水止不住了 在嘴里面打转了啊 真的得口水了 我真的稍微试一下 真的忍不住了啊 说一口 嗯 哇 真的超级酸爽啊 学会的 点个赞 收藏转发一下 感谢你的支持